李强和王岚夫妇在城里开了一个小餐馆,每天生意还不错,养活一家人之余还能再存点钱,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小两口生活过得挺高兴。 这天,正是中午的时候,吃饭的人也多,忽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只听见外边有个人在喊着哪里来的傻老太婆,来我这里捣乱生意来了,快滚,去别地方要饭去,看你穿得挺好,怎么是个傻婆子。 夫妇俩也忙,谁顾得上看这个,这阵喧闹声过去也就完了,夫妇俩还是继续忙着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李强正在里面做菜呢,店外头突然又传来了喧闹,哪里来的疯老婆子,老板,你们管不管,这菜还能吃吗? 李强赶紧跑了出来,跑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妻子已经过去了,客人气冲冲地站着,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吃桌子上的菜,另外几桌的客人也朝这里看着,李强走了过去,妻子正在给这桌客人陪着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马上再给您重做一份。 客人,客人也没有太虎脚蛮缠,答应了之后就坐了下来,而老太太被李强带到了一个空座位上。 大妈,您是饿了吗?老太太看着李强,使劲点了几下头。 那大妈,您知道您家在哪儿吗?我给您做点饭,您吃完,我带您回家。 老太太像个小孩一样摇了摇头,不知道,我忘了。 那好吧,大妈,您在这坐着,我去给您做吃的,您别去其他客人的桌上吃了。 李强和妻子走到了一边,对妻子说,看来这大妈有些痴呆啊,像当初咱妈也是得了这个病。 哎,可怜啊,我去给她做碗面,回头带她去警察局看看吧。 好,你去吧,我看着,对了,别忘了加个鸡蛋。 放心吧,正宗鸡蛋面,肯定让老太太吃得开心。 过了有十分钟,李强端着一碗鸡蛋面来到了老太太的面前。 大妈,吃吧,我做的鸡蛋面可香了。 老太太笑了,拿起筷子就大口吃了起来,看起来虽然有痴呆, 但是胃口还真是挺好,一大碗面连汤都喝光了。 吃完之后,李强还是得先忙着生意,对妻子说,你带大妈去后面先休息一下吧。 中午忙完了,可是大妈却睡着了,李强没有叫她,等到大妈醒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了。 李强又给大妈做了一些吃的,当天晚上让大妈睡在了他们家。 想着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妈去警察局。 第二天一早,做好了早饭,才去叫老太太,可是到了屋里却吓了一跳。 老太太不见了,李强就赶紧跑出去找。 可是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李强还去警察局跑了一趟,说明了情况。 毕竟老太太有着痴呆,一个人跑了出去还是很有危险的。 李强也没有办法,和妻子在附近也没有找到老太太,虽然担心,但也只能等着警察局那边的消息了。 过了两天,李强和妻子正忙着呢,屋里还有着很多客人,突然外头停了几辆车,把李强夫妇的小店门都给堵住了。 妻子赶紧叫李强出来了。 李强一看,也是吓了一跳,自己也没有得罪谁呀,怎么会有人找自己。 车门开了,下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其他的几辆车也下来了有男的有女的。 而李强看到他们本来还感到惊吓,却是突然又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两天,他一直在找的老太太。 老太太走了上来,旁边那个中年男人陪着,谢谢你呀,孩子,谢谢你呀,你那一碗鸡蛋面真的很好吃啊。 李强夫妇都愣住了,旁边的中年男人开口了,谢谢你,这是我母亲,有着老年痴呆,精神时好时坏,前两天庸人没看住他。 他跑了出来,还好有你帮助啊,他有一个晨跑的习惯,就算是得了老年痴呆,也没有丢失,隔天早上还真被我等到了。 今天我母亲恢复了,才告诉我们兄弟这些,真是谢谢。 李强这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笑了,没事,没事,应该的,我母亲生前也是老年痴呆, 所以看见大娘就觉得很亲切,不管怎么说,我都谢谢你,以后有困难就去找我。 李强笑笑,没有说话,老太太一家人也离开了,现在老太太没事了,她也安心了,老太太的儿子也帮她把店门做大了。 善恶中有报,天道好轮回,世间一切都是因果循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该来的,不会少你的。 已经来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在做,天在看,世中世间,天会变,世恶世善,天会盼,人若欺你,天会护你,人若欠你,天必还你。 网上有段对话很经典,你为什么不再选择善良? 因为没有人还能认得出善良,所有人都觉得那是退让,人情太薄,人心太冷。 这个世界很难让善良的人觉得被善待,善良的人吃亏上当得多了,流泪受伤得痛了,心也会越来越累的。 道教太上感应天里有句话,行善之人,如春圆之草,不见其长,但日游所增。 你现在付出的善良,虽然看不到回报,但都是在为将来积攒人品。 老话讲,好心必有好报,帮人必有人帮。 听过一个故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对年迈的夫妇来到一间旅店准备住下,却被前台告知已经满房了。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有一位侍者叫住了他们,我有一间房可以给你们住,虽然它有点简陋,但至少你们不用再冒雨奔波了。 老人非常感激,看到屋子干净整洁,便愉快地住了下来。 第二天,老人去前台结账,侍者却说,不用了,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祝你们旅途愉快。 原来,这位侍者在前台过了一个通宵,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两位老人住。 老人感动地说,孩子,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旅店经营者,你一定会有好报的。 侍者笑了笑,便送他们出门了。 几年后,侍者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张飞往纽约的机票。 他按信中的指示,来到了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楼。 原来,几年前那个夜晚,他接待的老人是一个亿万富翁。 富翁被他的善良所打动,并且看出了他有酒店管理才能,便买下了一栋大楼赠予他。 这就是流传的著名的西尔顿饭店和他首任经理的传奇故事。 六祖谈经说,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 确实,在心田上拨下善良的种子,终有一天会收获一份福气。 听过一段话,人生就像储蓄罐,投入的每一分善良,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悉数反馈。 当这份惊喜悄然来临,我们管它叫运气。 但其实,它只是你酒机善良,命运对你的反例。 身以为然,你在一个地方投入善良,在另一个时间就会回到你身上。 善良的人,也许会吃亏上当,也许会流泪受伤,但永远会被上天眷顾。 人这一生,莫过于能活出个心安无愧。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回想当天的人和事,能不欠于情,无愧于心。 你只管善良,只要坚持下去,世界会偷偷奖励你。 也许你也曾尝过这种心酸,任劳任怨付出,却不及漂亮话讨巧,努力比别人多,得到的却比别人少,脚踏实地做人,却总是吃力不讨好。 我们都听过一句古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的梅花扑鼻香齐时,不必那么不甘心,你的付出从不吃亏。 我们都是在历经满身伤痕后,才变成了更好的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伤人在森林中迷路了,他非常渴。 这时他看到对面走来一位禅师,他着急地问禅师, 大师,我现在好渴,你知道哪里有水井吗? 禅师回答说,往东走十米,便可找到你要的水。 说完禅师,继续向前走。 商人飞奔而去,果然看到一间破茅草房旁边,有一口枯井,商人高兴极了。 可是走近一看,商人就郁曼了,这明明是口枯井,怎么会有水呢? 此时他渴得不行,正准备把身上唯一的一瓶水喝掉。 这时,刚刚遇见的禅师出现了,禅师说,把你身上的现有的所有水都倒进去。 商人诧异地说,大师,这可是我唯一的一点水了,我还要走出森林,去到新的村庄,如果全部倒进去了,没有水,我会渴死的。 还没等商人说完,禅师已经走了。 这时,商人坐在这里犹豫了半天,最终他把身上剩余的水都倒到了压水井里去,然后用力地压水。 不一会儿,清澈的水果然喷涌而出,想要有回报,就是先付出,再坚持。 如果结果不是好的,说明还没有到最后,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泰戈尔曾说过,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醉,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 一腔热血未必能成功,但坚持到底必定有收获。 如果轻易放弃,只会和成功失之交臂。 多坚持一会儿,多忍耐一次,也许就会有意外的惊喜。 生活没有捷径,前行的路上没有水走得特别容易。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觉得自己变轻松了,那也不是因为生活越来越容易了。 而是因为你越来越坚强了。 印度有四句极具灵性的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 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释迦摩你也说过,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诲你一些什么。 所以,我相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那都是我们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们该经历的事,遇见我们该遇见的人。 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你在这里迂回一下,可能就在那里蓄积了力量。 我们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在当下或许难以接受。 但在未来某一刻,会突然醒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上天不会无缘无故做出莫名其妙的决定。 它让你受苦和等待,是为了给你最好的。 无论我们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享受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任务。 生活总会给你答案,但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 即使你向山谷喊话,也要等一等,才能听到那绵长回音。 重要的是,在答案到来前,你能否耐下性子,守住初心,等来柳暗花明。 听过一首诗,山有封顶,还有彼岸。 漫漫长途,终有回转。 鱼味苦涩,终有回甘。 不管你现在面对怎样的挣扎,只要遇到的人,用心善待。 经历的是,尽心体验。 以一颗淡然的沉浮之心,接受上天给的一切。 不说悲,不说愁,一生故事,独自守。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一个母亲的复仇。 女儿生日宴上,我一眼就认出儿子带来的女朋友,是十年前凌霸我女儿的凌威。 我抱住瑟瑟发抖的女儿,给了儿子一巴掌。 从今天开始,我们断绝母子关系。 妈,薇薇怀孕了,你连孙子也不要了。 我连儿子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孙子? 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想福,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我儿子从小就是个乖巧懂事的,不仅是学霸,还疼妹妹。 别人都说我好福气,可只有我知道单亲妈妈的辛苦。 为了拉着两个孩子,我辛辛苦苦打拼事业,成了拥有上市公司的女强人。 可我的女儿,却在我的忽视照顾下,被人欺凌长达一年之久。 如果不是我女儿受不了自杀了,我还蒙在鼓里。 医生说,是重度抑郁,要慢慢开导,不要刺激她。 我明明记得,当时她哥哥气得浑身发抖,带了几个人把林薇打得鼻青脸肿,事情闹大了,林薇父母闲丢人,就把她送去了国外。 妈,你真这么狠心,我可是你亲儿子。 唐颂兴红着眼睛看着我,她的眼神让我毛骨悚然。 我有你狠心,你看看你妹妹,她好不容易从当年的事情里走出来,你倒好居然把人领回家了。 唐颂,你没有女人会死吗? 阿姨,我知道错了,我那个时候年龄小不懂事,没想到会给妹妹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我道歉,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吧。 林薇卑微,求我的模样,哪能让人联想到当初她是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笑吧。 唐颂和林薇见我不松口,便当着宾客的面给我跪了下来。 妈,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阿姨,看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求您成全我们吧。 宾客纷纷看过来,好奇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这是想逼我呀,可我的心早就随着唐青的一次次自杀而变得坚硬无比。 让我答应,绝对不可能。 妈妈,怀里的女儿抖得厉害,我也无心再办什么生日宴了,我要带她去看医生。 唐颂却丝毫不顾忌妹妹此时已如惊弓之鸟。 她拦住我的去路,目字欲列着,妈,你偏心。 你心里只有妹妹,你和我断绝关系,以后公司怎么办? 妹妹她疯了,她能给你养老吗? 啪!这是我第一次打儿子,却恨不得一巴掌打死她。 她怎么能说妹妹疯了? 我的女儿她没有疯,她只是病了。 我紧紧抱着女儿,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让人伤害她。 林薇也站了起来,朝着我笑,不,确切地说,她朝着我怀里唐青笑。 青青,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记得那点小事? 你未免也太小心眼了吧? 哎呀,你该不会,你该不会还喜欢你哥哥,所以故意装病,惹得阿姨不喜欢我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狠狠呵斥着林薇。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嘴还是这么贱。 不明所以的宾客纷纷开始交头接耳,有的甚至对着我女儿指指点点。 我从她们的表情上看到了鄙怡,妈妈我没有,我没有喜欢哥哥。 她胡说的,妈妈我头好痛。 女儿变得越发不安,我抱紧了她,轻轻乖,妈妈带你离开。 唐青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 你告诉大家,当年就是因为你喜欢你哥哥,所以你才故意陷害我灵霸你, 因为我也喜欢你哥哥。 我见林薇要抓我女儿,我反手又给了她一巴掌,别碰我女儿。 啊! 林薇狠狠摔倒在地上,顺时痛苦地捂着小腹,唐颂我肚子好疼。 我们的孩子,唐颂。 唐颂抱起林薇后,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既然你偏袒你怀里的疯子,那就断绝关系好了。 从今以后,我没你这个妈。 我一直把唐颂当即成人培养的,我给她最好的教育, 可到头来却交出了个混账玩意儿。 行,既然断绝关系了,那就断得干干净净。 我让人停了她所有的卡,她住的房子和开的车也统统收了回来, 就连公司的门禁卡也都停了。 不到半个月,唐颂就给我打电话了。 妈,我今天带薇薇去产检了, 医生说孩子很健康,绝口不提断绝关系的事。 呵,小样还懂得迂回战术,可惜我不吃这一套。 嗯,我今天也带你妹妹去检查了, 医生说她抑郁症复发了,她很不好。 妈,你能不能别提唐青那个疯子? 妈,我和林薇这几天比对了好几家疗养院, 有一家特别好,你把唐青送过去吧。 然后呢? 唐颂以为我松口了,连声音都变得雀跃了, 当然是我和林薇回家给你养老啊。 妈,到时候孩子生下来了,你就把公司交给我, 你再加享天伦之乐。 唐颂。 妈,我真后悔,当初不顾你外公的反对把你生下来。 这是报应啊。 二十多年前,我前夫出轨,我爸就让我把孩子打了重新开始, 我那个时候却啊,憋着一股气必须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没了男人我一样行。 可这么多年,我除了有成功的事业外, 可谓是输得一塌糊涂。 妈妈对不起,我让你为难了。 唐青小心翼翼地凑到我身边, 抠着手指,紧张不安着。 我把她抱在怀里,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安抚着,轻轻没错, 错的是林薇,是哥哥。 怀里的女儿,抖得厉害。 我知道她这是又想起当年被林薇凌霸的种种了。 这些年,为了治疗,她在心理医生面前, 一次又一次揭开伤疤,好不容易走出来了。 唐宋那混账东西,竟然要娶林薇。 妈妈,哥哥说得没错。 我是疯子,我不能给你养老。 你把我送去疗养院吧,你让哥哥和林薇回家。 面对董事的女儿,我心疼得直流眼泪。 青青不是疯子,青青只是病了。 医生说,青青现在很严重,不能再给她压力了。 我担心混账东西会趁我不注意来打扰青青, 便带她出国清静一段日子。 至于公司,因为青青的病,我早就交给职业经理人了。 青青从小就喜欢海,我也喜欢海,一望无际的大海能让人平静下来。 妈妈,我们一起拍照好不好。 青青爱美,小时候我变着法给她买各种漂亮的裙子, 可自从被灵威灵霸后,她浑身都是伤痕,再也不肯穿裙子了。 就连到了海边,她也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好,妈妈和你一起拍。 我的女儿啊,她心里一定很痛苦吧,她的恨,她的痛,她的自卑和绝望。 这些年,我无数次想狠狠给自己一巴掌。 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青青的一样, 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她。 明明就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啊,却吃尽了人间苦楚。 妈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要记住最美的我。 胡说什么? 青青的话,让我心惊肉跳,妈妈求你别做傻事啊。 妈妈,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妈妈该怎么办? 青青,你忍心看着妈妈老无所依吗? 海边的落日美得惊心动魄,我怀里的青青脆弱得不堪一击。 妈妈,还有哥哥? 他若坚持娶,我们就当他死了。 哪怕我儿子要娶的女人一无是处,我都无所谓。 但临危不行,谁都可以,唯独临危不行。 悔恨铺满了我的眼底,我想好了,回国就去做遗产公证。 我一分钱都不留给唐宋。 我倒要看看,临危还会不会要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我带着青青在海边散步,吹着海风,青青的嘴角也露出了久违的笑意,我这心也跟着平缓了些。 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我助理打来的电话打破了。 唐总,您快回来吧。 老爷子他,他出事了。 我带着青青匆匆回国,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可等待我的,却是死亡通知书。 妈,外公他,他走了。 唐宋整个人都憔悴不已,胡子邋遢的,眼睛哭得红肿。 他看见我后扑进我的怀里,气不成声。 妈,我再也没有外公了。 妈,妈,我整个人都是僵硬的,我站在那,看着病床上穿戴整齐的爸爸,怎么也无法相信。 明明,明明昨天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他钓了一条大鱼,要给我做红烧鱼吃。 怎么就突然,阿姨你也别太伤心了,外公他年纪大了,在我们家那边算是喜丧。 林薇上前,也是一副哭红了眼睛的伤心样,说着安慰的话。 我这才发现,林薇竟然也在。 喜丧?你死了,才是真的喜丧。 这一刻,我的教养不允许我再对林薇客气了。 如果可以,我恨不得躺在病床上死掉的人是林薇。 这个女人,给我的家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灾难。 糟了,青青。 我推开唐颂,紧张寻找着青青,幸好我在门外发现了浑身站立不止, 却死死咬着嘴角,不让自己哭出声的青青。 妈,虽然当初我爸反对我养这两个孩子, 可最疼这两个孩子的却是我爸。 早年,我忙于工作,是我爸提前退休帮我带大两个孩子的。 尤其是青青,她总是说,青青是她的掌上明珠, 是她最疼爱的小公主。 把那个女人给我弄走。 我强忍着痛苦,对助理交代着,葬礼这段时间,我不想看到她。 助理去请林薇的时候,林薇却哀压一声,抱着肚子重重摔倒在了地上。 唐颂,我的肚子,啊,我的肚子好痛, 我不是没有听到林薇痛苦的声音,可我连头也没回,就算林薇的孩子真没了,我也不会有半分心疼。 我只会替那孩子可怜,下辈子投胎的时候擦亮眼睛,别再千挑万选选了对人渣当父母。 唐颂扶着满脸痛苦的林薇走到我面前,我下意识地护住青青,叫她看不到林薇。 可我怀里的青青,还是抖了起来,让她滚,我有事问你。 唐颂心虚地不敢看我,甚至下意识地往林薇身后躲,我,我要陪薇薇去检查。 你外公死了,你懂不懂? 唐颂,现在是最疼你的外公死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的心就像被人用刀子割裂一样的痛。 我的儿子,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漠无情? 我不相信他看不出来林薇的肚子疼是装的。 可他宁愿相信林薇,也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他到底在心虚什么。 我心里有个不可思议的答案冒尖,可我又不敢。 阿姨,外公死了,我和唐颂都很伤心。 你不去处理外公的丧事,怎么反倒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你应该不会以为,外公的死和唐颂有关吧? 如果是这样,那阿姨,你也太伤唐颂的心了。 我死死瞪着林薇,这个女人究竟给唐颂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妈,我真的很伤心,你别逼我。 唐颂说完,拽着林薇就走了。 很久以前,我爸就和我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 葬礼就不要铺张浪费,把他生前的余友友友叫过来,和他告个别就行了。 也不多,也就是十来个。 葬礼这一天,轻轻一直陪在我身边。 他什么都没说,就守在外公的灵前,安静地送外公最后一程。 反倒是我,一直心绪不宁。 虽然那天我把唐颂赶走了, 可我还是希望他能出现在他外公的葬礼上,给他的外公扶领。 哎呀呀,宋宋乖,妈妈不给你糖糖吃,外公给你吃。 宋宋啊,你快过来吃西瓜,甜得很。 宋宋这孩子像我,等他长大后,也去当兵,做个保家卫国的男子汉。 宋宋你可要记住了,你是男孩子,以后要保护妈妈和妹妹。 宋宋一幕幕在眼前闪过,那个被我爸爸腾进骨子里的男孩,终究是狠心地没来送他最后一程。 外公,你怕不怕? 我失望地收回一直看向门外期待的视线, 却见轻轻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趴在我爸的身边。 我心里一紧,生怕轻轻会做傻事,急忙走过去。 如果轻轻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外公,你别怕,轻轻抱抱你好不好。 就像小时候,我害怕的时候你抱我那样好不好。 工作人员说不吉利,想要上前阻止轻轻。 但被我拦住了,让轻轻去吧,他外公疼他,他也疼他外公。 工作人员还想说些什么,但见我态度坚决,便什么也没说了。 我看着轻轻小心翼翼拥抱住他的外公,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想,如果有来生,我爸肯定还愿意做轻轻的外公。 至于唐宋,聂元就到这辈子为止吧,来生别见了。 葬礼结束后,我开始着手调查,我调取了我爸家的监控,发现监控消失了。 但物业的监控拍到了当天唐宋和林薇的身影。 他们进门的时候像是在商量些什么,甚至还起了争执。 林薇一副要走的样子,唐宋却跪下来求他。 看到这,我真的是五味杂陈。 曾经那个人人艳羡,立志做航天员的骄傲少年,如今竟然如此卑微地跪在女人面前,甚至不惜山自己巴掌而取悦女人。 如果,如果对方只是普通女人,我除了会心疼我儿子外,绝对不会干涉。 小年轻之间的爱恨纠缠,当父母的没必要插手太多,他们甘之如仪就好。 可林薇不行,林薇这个女人天生恶毒。 我永远都忘不了,十年前,她站在轻轻病床前看轻轻的眼神。 明明是在笑,却让人毛骨悚然。 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错的。 监控显示,唐宋和林青在我爸家待了十几分钟后离开,可120是在两个小时之后到的。 医生说,我爸是心脏病急发,抢救不及时导致死亡的。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身体棒得很,七老八十了还时不时去东勇,如果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怎么可能会心脏病急发。 我祈祷着,我爸的死和唐宋没有关系。 被我狠狠按下去的苗头,却疯狂地往外涌,我浑身冰寒,不愿意相信我的猜测。 可从唐宋的反应,让我心凉了大半截。 妈妈,你说外公去天堂了对不对? 青青最近变得懂事很多,可我宁愿她还是以前那个爱哭爱笑的小姑娘。 可以肆无忌惮地闯祸,仁义妄为地撒娇。 我轻轻抚摸着青青的头,嗯,外公在天堂上守护着你。 我希望外公能走慢一点,这样我去天堂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 小傻瓜,夫人,小少爷回来了。 庸人走过来,脸色不太好地告诉我,她怎么还有脸回来? 林薇呢?她也来了。 庸人点头,紧张担心地看了一眼青青。 我也看了一眼青青。 好在青青没有太大的反应,青青你先回房间,妈妈和你哥哥说会话。 青青却对我摇头,妈妈,我也想知道外公的死是不是和哥哥有关。 原来青青青也察觉到了,唐宋,如果真和她有关,那我只能亲手送她去坐牢了。 我让唐宋和林薇进来了。 唐宋一脸紧张,微微怀着孕,你先坐下来。 等一下,我叫住扶着林薇要在沙发上坐下来的唐宋,别弄脏了我的沙发,唐审去客位拿个板凳过来给她。 唐宋目自欲裂地看着我,妈,她肚子里是你的孙子。 我冷笑,唐审拿来板凳,很不客气地往地上一扔,注意点,弄脏了不好洗。 唐审,微微是这里的主人,你一个做庸人,怎么敢这种态度对她? 唐审学着我刚刚的样子,冷笑,主不主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做人要有良心。 少爷,夫人这些年为你付出了多少? 还有清清小姐,这么多年,她几乎每晚都做噩梦啊。 我给唐审递了个鼓励的眼神,唐审继续道, 你外公刚死啊,你妈妈和你妹妹都还没缓过神来, 你就把这个女人带回家,你想干什么呀? 桑尽天良也不过如此了。 我不动声色观察着唐宋和林薇表情, 真是厉害了,唐审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这两个人还能面不改色。 我低估我儿子了,更低估了林薇。 妈,我也不废话了, 我今天来是希望你把这份协议签了。 我扫了一眼唐宋手里的合同, 是一份遗产放弃协议, 只要我签字了, 我爸留下的遗产就全部都是唐宋一个人的。 我几乎咬碎了牙根, 强忍着怒火, 你外公说过, 他的遗产会留给你和妹妹, 你们平分。 遗嘱还是我陪着他去公证的。 唐宋面露讥讽, 妈,你把我当傻子一样瞒着, 可外公不傻。 外公才不会把他辛辛苦苦攒下来 都交给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疯子。 你闭嘴, 你胡说八道什么? 唐宋在说什么? 他怎么会知道, 妈妈, 哥哥说和外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谁? 是我吗? 轻轻拽着我的衣角, 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忐忑不安。 没错就是说你呢, 疯子, 你根本不是我的孪生妹妹, 你是我妈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 唐宋, 啪! 我没忍住, 狠狠扇了唐宋一巴掌,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不断地往下流。 妈妈, 我明显感觉到轻轻情绪里的不安, 我害怕她会出事, 便让唐审先带她回房间。 我知道了妈妈, 轻轻很乖, 乖得让我心疼, 她还害怕我抛弃她。 轻轻上了楼后, 我收拾好心情, 坐下来, 冷冷地看着唐宋, 我不管是谁和你胡说八道, 但轻轻是我女儿, 一辈子都是。 她该得到的, 我一分不会少给她。 至于你那份, 我已经签好转赠书了, 我死后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唐宋,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你妈她就是偏心唐青, 宁愿把财产送给外人, 也不留给你。 没有你, 我也不会做这个决定。 如果没猜错, 是凌薇告诉唐宋清清绅士的, 可她又怎么会知道呢? 清清是我捡来的事情, 只有我和我爸知道。 林薇挽着唐宋, 阿姨, 你为了一个养女, 不惜和儿子反目, 你就不怕没人给你养老送终吗? 唐宋我再问你一遍, 你外公出事和你有关系没有? 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既然你不承认, 那你也别怪我很心了。 我失望地看着我的儿子, 报了警, 我和警察说, 我怀疑我爸的死和我儿子有关。 警察将二人被带走问话, 林薇说他确实和外公争吵了几句, 但后来因为肚子疼, 就让唐宋带他去医院了, 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唐宋的说辞和林薇一模一样。 医院确实有林薇就诊记录, 因为缺少实质性证据, 二人被关了24小时, 就放了出来。 难道是我多虑了? 我早就让人去调查林薇了, 但因为清清和我爸的事情给耽误了, 当我看完助理送上来的调查报告后, 我都替我儿子脸疼。 林薇比我想象的更不堪, 他出身不好。 父母连生了好几个女儿, 才生了个儿子。 重男轻女的家庭, 女儿自然没什么好待遇。 但林薇学习很好, 凭实力考上了重点中学, 也就是唐宋和唐清读的期中。 如果不是他爸妈积极地把他嫁出去换钱给弟弟交学费, 林薇会顺利直升高中, 清华北大没有问题。 原生态的家庭, 让林薇性格扭曲、贪婪、恶毒。 他被父母嫁给刘峰后, 便走上了不归路。 流连夜场, 不惜一切为刘峰赚赌。 资料里有几张林薇姐妹的照片, 我随意扫了一眼后, 猛然一惊。 几个女孩子的眉眼怎么和清卿那么像? 不会的, 不可能。 连续好几日, 我都惶恐不安着, 直到助理送上来的DNA报告, 这一刻我忽然想明白了。 无论清卿是谁家的女儿, 都改变不了她是我女儿的事实。 既然她的亲生父母抛弃了她, 那她就是我的。 但我没想到, 林薇倒是先找上门了。 阿姨, 您都知道了吧? 她很直接, 她抚摸着隆起的小腹, 笑着看着我, 却让我想起来当年 她站在清卿病床边的那个笑容。 时隔这么多年, 依然让我毛骨悚然。 阿姨, 我要得不多, 只要你让唐宋回家, 并保证以后都不会干涉我们, 我可以保住秘密。 否则, 我不介意让唐清知道 她还有个姐姐, 哦不, 是三个姐姐, 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还有一对人渣父母。 我抿了一口咖啡, 似笑非笑, 威胁我。 没有啊, 是谈条件。 你让我好, 我就让唐清好。 我不痛快, 那就大家陪着我一块不痛快。 年纪轻轻, 还挺嚣张。 当年唐宋她爸在外面的狐狸精 都没她嚣张。 希望你看完这些后, 还这么有底气。 我将一打照片推到她面前, 如果唐宋知道你已婚, 她会怎么做? 你怎么会有这些? 我笑看林薇脸上闪过的慌乱, 不止这些呢。 阿姨何必把事情弄得这么难看? 包办婚姻, 我情非得已, 唐宋爱我, 她不会介意的。 据我所知, 你现在唐氏旗下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吧? 当然, 你说如果他们知道了, 你白富美的人设 还能不能立得住。 小鸭, 跟我斗。 老娘斗狐狸精的时候, 你还在吃奶呢? 你就不怕唐宋丢脸。 怎么? 我忘记告诉你 我们断绝母子关系这件事情了吗? 啊, 是我的错。 我忙着公正遗嘱死后, 把财产都留给清清, 忘记通知你们了。 别介意, 现在知道也不晚。 林薇的表情很复杂, 有诧异, 震惊, 愤怒, 还有嫉妒。 当年, 她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和清清 是亲姐妹才极度生恨, 那么残忍地欺负清清吧。 我真是无比庆幸, 轻轻在我身边长大。 好了, 你也别在我这号着了, 想个体面的理由辞职吧。 不然, 等我这个董事长 亲自开除你并追究你伪造学历简历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时候, 可就更难堪了。 唐宋这个恋爱脑, 明知道伪造学历违法, 还以身是法。 这些年她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吧。 没有唐宋暗中疏通, 我能顺利入职。 阿姨, 难道你还想把自己儿子送进监狱? 小姑娘, 年纪轻轻怎么就记性不好? 我刚刚说了, 我和她断绝母子关系了。 什么母子不母子, 青天白日乱说话是要被割舌头的。 我站起来, 居高临下, 看着被我吓到脸色苍白的凌薇, 一不小心把手机吊在了地上。 老公我跟你说, 唐宋现在被我勾得三魂丢了七魄, 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老公我真是烦死唐宋了, 他跟个舔狗一样天天缠着我, 害得我都没有办法出来和你约会了。 唐宋答应给我买房了, 还只写我一个人名字。 几段音频, 很不合时宜地以最大声音响了起来, 引得餐厅里的人 纷纷看过来。 唐宋安排他入职的公司就在楼上, 这会是五高峰, 来来往往其中不乏 有认出凌薇的职工。 我看到指指点点的人群中, 有人拿出了手机, 不动声色地笑了。 抱歉啊, 最近被不笑而泣的 差点中风半身不随。 我见大家拍得差不多了, 才慢吞吞地收起手机。 林薇面如死灰, 想必今天的射死会让他终身难忘吧。 助理告诉我, 林薇回到公司后, 被人指指点点了一番后, 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还威胁谁敢再乱说话, 就让唐宋开除他们。 我冷笑, 还没滚出公司。 不仅没有, 还找财务说要帮唐宋取些备用金。 嗯, 让财务给轰出去了。 我嘴角的笑缓糊了些, 通知保安, 把他扔出去。 记住了, 动作温柔些, 别伤了他的孩子, 让他反咬一口。 助理哭笑不得, 又是扔, 又要温柔, 挺为难忍的。 我哼了哼, 唐宋最近在干什么? 听说应聘了几家公司, 但您提前通过气了, 再加上少。 哦不, 是唐宋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公司录取他。 难怪林薇胆大包天敢 匡骗财物了。 哦对了, 唐宋把您送他的 十八岁生日礼物卖了, 不到六万, 您看要不要赎回来。 那块手表, 是我和他外公 一起给他定制的, 是独一无二的 无价之宝。 他竟然舍得卖了, 看来还真是心疼林薇呢。 林薇今天背的包, 可是爱马仕。 我找了几个奢侈品, 二手专卖的朋友, 果然如我所料, 林薇早就把唐宋 送给他的爱马仕 卖掉了。 他背的是高仿, 至于为什么卖掉? 不言而喻, 应该全都给了他老公刘峰。 被高仿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的同时 稳住唐宋。 有证据, 就好办了。 我和爱马仕区域总监林达很熟, 我给他打了电话, 拜托他举办个草地晚宴, 邀请VIP参加。 特意强调, 要把送给我的请柬, 一个不小心送到了唐宋那。 晚宴那天, 我带着青青一起参加。 这种场合, 以我这个地位被什么都无所谓了, 别人不会因为我背了基础款就嘲笑我, 也不会看到我背鳄鱼薄金虚情假意一番。 名利场是年轻人的。 这部, 跟着唐宋一起来的林薇穿了一身爱马仕成连衣裙, 丝巾系在脖子上, 头发拢起来生怕别人看不到他的耳环。 就连手里拎的脖筋包都摆在身体正中央,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显摆。 我和琳达碰了碰碑, 从她的眼中看到了怒意。 是啊, 敢穿高仿来参加品牌晚宴的, 林薇大概是第一人了。 别给我面子, 想撕就撕。 琳达从林薇一进来, 应该就看出来她浑身上下都是高仿了。 隐忍不发是看在我面子上。 有了我这句话, 她如释重负。 而对此浑然不知的林薇正像个花蝴蝶一样四处释放她自以为是的魅力, 唐宋站在一旁默许了她的行为。 我估计, 他们两个是想借今晚的机会多认识几个权贵吧。 可惜, 不同圈子有弊, 对你磕磕气气不过是因为教养好罢了。 清清, 你好歹也是唐氏集团的千金, 怎么背了个凯莉。 我和琳达走过去的时候, 刚好听到了林薇对清清的嘲讽。 她不知道, 清清的凯莉是她第一个爱马仕, 对她很有纪念意义, 所以平时很爱背她。 唐宋, 你能不能让清清换件衣服啊? 和你穿的也太像情侣款了吧? 不知道隐情的, 肯定会乱嚼舌根子说这么多年了清清还喜欢你。 你是无所谓, 清清是女孩子要脸的。 林薇善解仁义的嘴脸, 让我觉得恶心。 唐宋一脸厌恶, 清清你怎么回事啊, 能不能别总做这么恶心的事情? 我忍不下去了, 把清清拽到身后, 唐宋我时生你的时候, 忘记给你生脑袋了吗? 清清穿的有什么问题? 她明知道我喜欢黑色, 非要穿黑色, 明摆着是想给人营造, 我们是情侣的错觉。 今天穿黑色的可不止清清, 若非要这么说, 我也想和你营造情侣关系了。 我给琳达投去了个说得好的眼神。 琳达慈爱地看了一眼, 悄悄红了眼睛的清清, 故意扬了扬声音, 清清穿的是绝版经典款, 很衬她的气质。 反倒是这位小姐, 琳达醋了醋眉, 暂时买不起奢侈品, 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丢脸的是打肿脸充胖子。 林薇一副受到了羞辱的委屈样, 让我觉得好笑。 你在说什么? 难道你认不出我拎的是薄金包? 我不仅认出来了, 我还认出你浑身上下都是高仿。 这位小姐,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高仿? 怎么可能? 她心虚了, 她带着心虚狠狠瞪了一眼琳达。 林达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些都是我去专柜买的, 怎么可能是高仿? 我瞅了瞅我的蠢儿子, 那就要问问林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本来想要炫耀一番的林薇, 偷鸡不成十八米, 引来周围人的讥讽,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唐宋更尴尬, 可我就是想打他们的脸, 打得越想我就越开心。 我去找唐宋的时候, 他和林薇正在吵架。 唐宋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你却不相信我。 他们说是高仿, 就是高仿的了。 我还没问你, 他们为什么说 我穿的戴的背的都是高仿, 你反倒质问我来了? 你就是这么爱我的。 那真可惜, 你对我的爱真廉价。 唐宋虽然我很爱你, 也怀了你的孩子, 但你不信我, 那我们分手吧。 我听着林薇的话, 不由冷笑, 难怪唐宋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扑人一套套的。 我坐在车上, 看见林薇拎了个行李箱出来, 身后跟着追上来的唐宋。 嘖嘖, 幼稚的时段啊, 偏偏我的好大儿就吃这一套。 原谅你? 可以, 你带我去一趟爱马仕专柜, 我要亲眼看着你给我买。 唐宋, 我不是逼你, 我只是想下次有人说我高仿的时候, 能有底气地回怼回去。 我很好奇, 林薇这一套从哪学的? 我要是有他十分之一的本事, 当年唐宋他爸也不至于为了个狐狸精净身出户了。 唐宋捉襟见肘, 哪有钱给林薇买爱马仕? 我的Z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被气笑了, 行啊, 出息了, 敢冒充我提货了。 给他, 他要什么都给他, 配货也都给他, 多少钱我转给你。 唐总何必便宜了狐狸精? 我沉沉笑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林薇拿了包的三十一眉飞色舞, 甚至狠狠亲了唐宋一口。 我那蠢儿子, 开心地嘴角都裂到耳朵根子后面了。 林薇以要和小姐妹炫耀心包为由和唐宋分开。 我在路边拦住唐宋, 让他上车。 妈, 你跟踪薇薇做什么? 唐宋见我一直跟着林薇打的车, 不满地瞪着我。 我懒得搭理他, 和他说多一句话都是对我生命的不尊重。 我一路跟着林薇, 他果然来到了一家二手奢侈品店, 门口的男人见他之后, 很是轻易地搂住了他的腰, 甚至还在他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林薇不仅没有挣扎反抗, 反而一脸娇撑, 男人是他老公, 刘峰。 我瞥了一眼唐宋, 见他竟然神色无常, 更好像是认识男人一样。 妈, 你什么意思? 薇薇见自己表哥也不行。 神他妈的表哥? 林薇和刘峰 在里面待了不到十分钟, 就一起离开了。 我揪着唐宋下了车。 杨姐, 东西呢? 被我称作杨姐的女人, 先是怒其不争地扫了一眼唐宋后, 才把东西从柜子里拿出来。 五万收的现金。 杨姐拿出的东西, 正是唐宋半个小时前用我名义赦来的Bow的三十一。 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琳达说她浑身上下都是高仿的了吧?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林薇她, 她不缺钱的, 她为什么这样做? 再跟我去一个地方, 这次去的是酒店。 妈, 你带我来酒店干什么? 空空你脑袋里的水。 我本来想说, 看看你脑袋有多虑, 但忍住了, 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我带着唐宋下车, 到了前台, 刷了唐宋的身份证。 唐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哦, 对了, 这是您的快递, 刚刚林小姐上楼的时候, 忘记拿了。 林小姐, 林薇在这里。 林薇用你的名义在这里开了长包房, 一个月五万, 包年优惠价五十万。 我拽着唐宋进了电梯, 顺手把快递撕开了。 是情趣内衣, 没几块不料。 唐宋脸都黑了, 嘴里嘟嘟囊囊着,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的。 是你故意陷害林薇的, 快递是你买的吧? 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卑劣的手段陷害林薇? 我狠狠白了他一眼。 电梯到达酒楼后, 我嫌唐宋慢吞吞的, 一把把他薅出了电梯, 停到走廊最尽头的房间。 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 你开还是我开? 唐宋胆怯了, 后退两步, 妈, 我们回去吧。 我相信薇薇, 废物, 既然他不开, 那就我开。 我拿着前台给的门禁卡, 滴答一声开了门, 不堪入耳的声音更清楚了。 唐宋想跑, 我却一脚把他踹进了门。 我知道里面发生了些什么, 我怕恶心所以没进去, 唐宋进去了好大一会也没个动静, 我这才走进去。 唐宋还正愣在玄关处, 双眼星红墙忍着些什么? 还是林薇最先发现我们的? 他先是狠狠一愣, 随后冷笑出来, 唐宋你跟踪我。 看明白了吗? 真正对自己哥哥有肮脏感情的人 从来都不是清清, 而是你的林薇。 此时, 林薇和男人已经穿好了衣服, 坐在我和唐宋的对面。 林薇听了我的话后, 不以为迟反而迎迎一笑, 唐宋, 我爱我对吗? 唐宋点点头, 既然爱我, 为什么要介意这种小事? 我不过是寻个开心, 我的心是忠于你的, 但你跟踪我, 太让我失望了。 我无语了, 林薇是怎么一本正经说出 如此厚颜无耻的话的? 还有阿姨, 我也是醉了。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会挑拨是非的婆婆, 你自己婚姻不幸, 就巴布的别人跟你一样, 是不是? 幸好我还没嫁给唐宋, 不然早晚有一天, 头版头条会事, 怀孕儿媳不堪忍受恶毒婆婆, 折磨跳楼自杀。 查言查语, 真让我见识到了。 我当年要有他十分之一的本事, 唐宋他爸也不至于出轨跟小妖精跑了。 阿姨, 您一把年纪了, 别折腾了好吗? 把公司交给唐宋, 回家带孙子不好吗? 我可以带孙子, 但让我带别人的孙子, 那是不能够的。 我甩出一份运检报告, 在林薇震惊的目光下, 继续道, 这是你五个月前在市医院做的检查, 当时就显示你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可你是怎么告诉唐宋的? 林薇脸色大变, 他想抢我手里的报告。 不用他抢, 我甩给他。 在这之前, 你已经打过两次胎了。 林薇, 我对你打胎这件事情不可置否, 但你不该骗唐宋你怀的孩子是他的。 严禁于此, 唐宋若还要执迷不悟, 那我也只好放下助人情节大大方方送上祝福。 但显然, 唐宋还没蠢到无可救药, 他质问林薇, 孩子究竟是谁的。 唐宋你不信我, 林薇大吼着, 他可真有脸啊。 既然你不信我,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分手吧, 给我二十万打胎费。 我把孩子打了, 我们好聚好散。 你问我要钱。 林薇, 你卖衣服, 卖首饰, 卖包的钱呢? 你, 什么意思? 林薇大概是猜到了些什么, 他立马辩解着, 你刚刚都看到了。 哎呀, 你误会了, 我只是不喜欢那款包而已。 我忍无可忍, 你不是不喜欢那款, 是所有都不喜欢。 你把唐宋送你的奢侈品 都卖了换成高仿, 至于钱, 当然是替你老公还赌债了。 老公? 什么老公? 我把林薇和刘峰的 结婚照甩在唐宋的脸上, 好好看看吧。 后面的戏, 我懒得看了, 我回到家, 看着清清做好的四菜一汤, 心里暖乎乎的。 妈妈, 过几天是外公的尾妻, 我买了一套新的余具送给她。 我欣慰不已, 唐宋要是能有清清一半懂事, 我都知足了。 清清乖, 吃饭吧。 妈妈, 你尝一尝, 我做的红烧鱼,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外公做的好吃。 清清给我加了 渔腹最嫩的那块肉给我。 一时间, 我差点没绷住, 以前我爸活着的时候, 也是把渔腹最嫩的那块留给我。 他总说, 男男乖, 多吃一点, 快快长大。 这句话, 我听了一辈子, 本以为, 能, 妈妈别哭, 以后我守着妈妈。 好, 我爸稍微期那天, 唐宋竟然来了, 他也给外公带了礼物, 是我爸生前一直想买的新款防水墨镜。 唐宋托人从国外买的, 但物流耽误了一段时间, 没来得及送到我爸手里。 外公, 我知道错了, 唐宋跪在我爸的墓前, 哭得气不成声, 双肩抖动得厉害。 我从来没见过唐宋哭得这么伤心, 我心酸, 但不同情, 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 妈妈, 哥哥他是不是, 妈妈我, 轻轻惶恐不安地躲到我背后, 揪着我的衣服。 我安抚般地拍了拍他的手, 示意他不用害怕。 唐宋, 别哭了, 哭脏了你外公的坟, 我怕他半夜来质问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蠢货。 妈, 别叫我妈,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以后我就只有轻轻一个孩子,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我实在不愿意在我爸的墓前闹得太难堪, 不想让那些肮脏的事, 污了我爸的耳朵。 唐宋执意要跟我回家, 我当然不允许, 从他把林薇带到我面前的那天, 我就再也无法原谅他了。 没想到林薇竟然也跪在我家门口。 见到我下车, 立马扑了上来, 阿姨,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吧, 救救我。 我一脚踹开他,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自作孽不可活, 林薇你总要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派人跟着唐宋的人告诉我, 那天不知道是不是林薇和刘峰玩得太嗨了, 还是被唐宋气到了, 孩子没了, 可惜了孩子。 不过, 有林薇这样不择手段的妈妈, 还不如胎死腹中, 免得日后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下, 成为另外一个林薇。 唐宋你是爱我的呀, 你怎么忍心刘峰那么折磨我? 唐宋, 刘峰他不是人, 他打我他逼我, 唐宋你抱抱我, 我再给你生一个, 不, 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生。 我好整以暇地看着唐宋, 我倒要看看, 他脑子里的水控干净没有。 妈, 要不, 可以。 我就不该期待唐宋, 他已经完全被林薇洗脑了。 听我说可以, 我了解你的品行, 你本性不坏, 绝对做不出害死外公这种事的。 你告诉我,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阿姨, 发生什么都不重要了呀。 以后我们一家人, 和和木木才最重要。 林薇目光躲闪着,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林薇问我, 让唐宋回公司也行。 可以。 林薇和唐宋彼此看了一眼。 唐宋, 你有梦到过你外公吗? 在唐宋要开口前, 我先开了口, 我直直地看着他, 问他。 我看到他有着明显的疑愣, 继续道, 你可还记得, 小时候你跟着你外公去钓鱼, 你顽皮掉进河里差点淹死的事情。 是你外公奋不顾身跳进河里, 把你救了上来。 没有你外公, 你早死了。 你外公尚且知道奋不顾身地救你, 可你呢? 我, 唐宋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可他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把人带上来吧。 我对身边的人吩咐了一句, 五花大榜的刘峰被扔到了地上。 林薇, 你真是好手段啊。 我女儿因为你十年走不出阴影, 我儿子为了你和我断绝关系, 我爸因你而死。 啊, 阿姨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唐宋, 今天的事情, 你给我好好听着, 好好看着。 对唐宋这个儿子, 我怒气不争, 也心如死灰。 许事, 我声音太大了, 轻轻明显吓到了。 我放缓了语气, 林薇和这个刘峰从小一起长大, 当年欺负你妹妹的时候, 她也有份。 胎你妹妹裸照的就是她。 他们两个这些年一直一个负责赌, 一个负责还债。 唐宋, 你知道林薇怎么还债吗? 她留恋在不同男人身边, 有时候一夜甚至能陪好几个男人。 她和你说你们在一起是第一次。 呵, 还有你外公, 我不问你你那天为什么去你外公家, 也不问你你 为什么给林薇下跪? 我就问你, 你究竟知不知道你们离开后林薇去而复返? 随着我每说一句话, 唐宋的表情就崩塌一分。 直到最后一句, 她再也受不了了, 抱着头蹲在地上。 唐宋, 你别信她的话, 她是为了拆散我们才故意陷害我的。 刘峰, 你说话呀, 你快告诉唐宋啊, 我淡淡一笑, 刘峰你说, 唐先生, 这个女人是个祸害, 她骗了我, 也骗了你。 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唐宋受不了了, 她冲过去揪着刘峰的衣服, 眼睛红通通的。 唐宋你说过, 你爱我,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会原谅。 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腻了, 想和我分手。 你直说就好了呀, 我那么爱你, 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 何必做这些。 林薇还在破唐宋, 好在这一次, 唐宋没有理会她。 继续说, 唐宋狠狠给了刘峰一拳头, 可嗨嗨, 我说我都说, 嗨嗨, 她跟我说, 她找了个冤大头, 可以源源不断地帮我骗到钱, 然后就有了你们相遇。 孩子呢? 不是我的, 当然也不是你的。 林薇自己乱搞关系, 不知道怀了谁的孩子, 赖在我头上。 我将计就计, 让她说是你的。 还有你外公, 可嗨嗨, 你走后, 我和林薇又回去了。 林薇故意刺激你外公, 说你巴布的他早点死, 还给他看了你妹妹当年被欺负的照片。 你外公受不了, 就心脏病突发了。 我本来只打算逼他改遗嘱, 把钱都留给你, 没想闹出人命的。 可林薇, 林薇不让我救你外公。 唐先生, 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求求你给我点钱吧。 我若再还不上钱, 他们会杀了我的呀。 刘峰? 林薇扑向刘峰, 却被唐颂狠狠推开了。 你告诉我, 是不是真的? 从头到尾, 你都在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是不是? 林薇你回答我呀。 唐颂死死抓着林薇的头发, 逼问着, 大概是 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林薇破罐子破摔了, 没错, 从始至终我都在骗你, 孩子不是你的, 你外公也是我害死的。 哦对, 还有你妹妹, 她不喜欢你, 我当初凌霸她纯粹是看她不爽, 凭什么我们一个爹妈生的, 她就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 我连孝福都洗破了。 你, 你, 你说什么? 你和清清, 你妈没告诉你呀? 哈哈哈哈, 唐颂你听清楚了, 我就是故意的。 我骗你说, 你妈偏心唐青要把家产都留给她, 你还真是蠢, 被我耍得团团转。 你闭嘴, 我偏不, 唐颂我就是要说, 你就是个蠢货。 我从来都没爱过你, 每次和你在一起, 我都觉得恶心。 要不是为了刺激唐青顺便骗你点钱, 我才懒得伺候你呢。 唐颂听不下去了, 崩溃地大喊大叫着, 好了, 真相大白了。 轻轻, 报警吧。 妈妈, 真的要报警吗? 如果报警, 哥哥他, 青青永远都是这么懂事, 懂事地让人心疼。 事到如今了, 他竟然还关心他那混账的哥哥, 哎, 青青就是太心软了。 妈妈不脏了你的手, 我自己报。 唐总, 唐总, 我都按照你要求的全说了, 你不能言而无信啊。 你答应帮我还赌债的呀, 我要是还不上钱他们会杀了我的。 进了监狱, 你这辈子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了。 我一脚踹开扒了我裤腿的刘峰, 哦, 忘记告诉你, 让你输得倾家荡产的局, 是我找人设的。 哎呀呀, 我杀了你。 啊, 刘峰的尖叫声, 随着青青一个花盆砸下去而止歇。 青青, 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去吧。 医生说过, 青青是心病, 心病需要心药医。 林薇就是他的心病, 也是他的心药。 青青本还犹豫, 在我再三鼓励下, 他勇敢地朝着林薇走了过去。 他先是给了林薇一巴掌, 这一巴掌是还当年在校门口你打我的那巴掌。 这一脚是还在运动会你故意别我一脚害我差点骨折的债。 这些头发就当你剃光我头发的代价。 哦, 对了, 我也要给你拍裸照, 我不仅要发给你认识的人看, 我还要发到网上, 让全世界的人看。 你的皮肤真好, 一点疤痕都没有, 不像我浑身都是疤痕。 在烈日骄阳下, 我的轻轻尽情释放这些年的委屈。 警察来的时候, 林薇已经鼻青脸肿了。 至于唐素, 我冷冷递着他, 你别怪我心狠, 你知道我的脾气, 说到做到。 既然断绝关系了, 那日后也别再见了。 妈, 我真的错了, 求您原谅我吧。 唐宋贵在我面前, 哀求着, 可我对这个儿子早已死心, 他犯一次, 难免会犯第二次。 他骨子里有他爸的血, 裂根难处。 林薇和刘峰恕罪病罚, 其中故意杀人罪最重, 均判入狱二十年。 法院判决书下来的那天, 我带青青去复诊。 医生说, 他虽然还没有完全痊愈, 但已经慢慢放开自己了。 我喜极而泽, 我喜极而泣, 我的青青, 又要做回十年前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公主了。 我从唐宋他朋友那厅说, 唐宋回学校去了, 很努力, 很刻苦。 但愿他以后能完成梦想, 成为一个航天员吧。 妈妈, 我们回家吧。 青青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坦坦荡荡将身上的疤痕露出来。 我一点也不觉得丑, 反而觉得很美, 很美。 我的青青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青青朝我走来, 她脸上挂着久违的笑。 我朝她伸出手, 好, 我们回家。